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一季我们都能够在歌手当中 发现沧海遗珠般的宝藏歌手 虽然他们知名度一般 但实力超群 因此他们也被观众称之为黑马 无疑本季歌手周深 就是最大的宝藏歌手 如果说比赛的前半程 大家的感受是被周深温暖空灵的 深陷折服了 那么后半程只能用经验来形容了 适应了比赛的周深 带着观众解锁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自己 亲戚都有惊喜 也收获了从50后到00后 年龄跨度极大的粉丝 周深在舞台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语言天赋 每种语言都能够情绪饱满的传递出感情 而台上语言自如的表现 都是台下周深不断的纠正和练习的 高晓峰曾在社交平台上爆料 周深私下在语言方面的用功 哪怕是观众听不懂 周深也力求发音地道 于是才有了Mustang Baby Dania等等的英语俄语法语歌曲的精彩演绎 除此之外周深还发挥了自己的专业优势 周深18岁的时候在乌克兰留学学医 20岁转到音乐学院学习古典音乐 即使父母是停了学费的援助 也要坚持学美声 中途还历经了声代小节 南中转南高 这些波折让他更加坚定了内心的音乐理想 带着一身本领学成归来的他 在高手云集的深入人心也毫不逊色 在歌手的舞台上面 随意的吟唱都让人心知向往之 而且花腔美声都能够随手拈来 让作品锦上添花 想要在舞台上展现真实的自我的周深 一首达拉崩巴让人惊掉下巴 这一首二次元歌曲 更是被90后00后喜爱 周深分世多个角色 唱出了女孩 少年 国王 恶龙等多种的声线 惊艳全场 这首作品更是在B站一周播放破千万 在网易当月播放破亿 周深本次为何会选择这首神曲来展现真实的他 还要说起早年间周深和二次元的渊源 其实周深是从二次元走向三次元的歌手 出道前有过四五年在直播平台不露脸纯唱歌的直播经历 直播的时候 二次元的名字叫做卡布勒 因此有了一定的名气 这也是他微博名称当中卡布勒的由来 二次元曲风的选择也算是周深对这一段过往的感恩 把最真实的自己展现给大家 有了影响力的周深还担起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一席古风长袍亮相的他演唱了国风歌曲《相思》 在这首充满中国意韵的歌曲当中 加入了苏州平潭秦淮景的片段以画龙点睛 让整首歌曲蒙上了一层朦胧的意境美 周深在节目当中说 之所以这样编排一方面是出于歌曲的意境营造 更重要的是让国人尤其是年轻一辈听见国乐 认识国乐 爱上中国独有的音乐 因为他真的很美 周深这一路是艰难的 出道以来他的声音饱受质疑 最终靠着大鱼才熬过了艰难岁月 出道五年依旧住在公司的宿舍 上过央视的舞台 也风吹日晒的跑过路边搭起来的小商演 一路摸爬滚打走到现在依旧少年心性 表面上的形象和私下都始终如一 甚至私下更加亲和可爱 当年周深帮唱郭庆的时候 两人合唱大鱼 他没有因为是自己的歌曲而得意的自我展示 或者是压低对方 而是甘为绿叶 共同合作成全 完美辅助 让人看到了涵养大气和成全 连制作人黄大伟都对周深的评价 你的音乐的心很大 这也体现了他传承经典方面 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古典乐 他的心一直都很大 不断的融合创新 不建议冒险尝试挑战 用自己的能力推动大众对古典乐的欣赏 值得一提的是除决赛之外 周深和米西亚是首发歌手里面 为二没有被起洗过的歌手 米西亚作为日本的国宝级歌手 自然是没有踢管歌手敢起洗了 至于周深的话 就像是极客俊逸所说的 周深就是又强又美好呀 无关名次 感谢周深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听的作品 虽然歌手已经落幕 但是我们相信周深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